所谓,学到老不会到老,世上知识,错综复杂,简单的事儿,往往越到越复杂,失了本意,也没了初衷,专一才能打开局面,波云见日,成心已修来,前心已专注,有一门手艺,经年进去,照样可以海阔天空,几会在一门学问没有完全搞懂之前,就去染指其他东西,要知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, 东西是永远也学不完的,先要规定不会多,然后再谈触类旁通,欲要击人,先要舍己,击人如大娃,先要视对方如大娃,没有发力的概念,才能击人于帐外,要学会无意识,有意识,人就有准备,用推墙的劲,自己反倒成为大娃,这种劲不是击人的劲,推墙工可以改自己身上的劲度,这倒是真的, 不过是另外一块是,想突击一个结构稳固的人,自己也可能成为大娃,除非你结构比他高出一块, 全面讲,人打三不支,肩不支,既不支,你我都不支,击人于无意识之间,击人于将倾道之间, 这个东西练出来,就厉害了,击一个有准备的人,除非你击比他大出许多,省时省力能够有效的就是太极击人之法, 比武士心计的较量,优势要学会做小人,攻击无防备,到其力足备稳,对方进出去,军事力倒得助他一臂之力, 往往能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击人如打娃用的是寸劲,运动距离过长,变成了打人的劲, 击和打是不同的东西,击人要想有效,就练短距离的弹劲,是个短促劲,正劲是必须具备的, 还要练下爬错登力,练出这个效果,要在一手当中,做出三个劲出来, 全教练的是什么?有人说动态传导,说的没错,但还有就是, 劲的叠加,人体很奇妙,可以怨出很多劲出来,但需要组合使用, 比如,瞬间一整错的登出寸进一击,这个过程越快,越熟练,效果越好, 说是三步,实则是一步,有时候需要练的是,劲的组合能力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